就业不好 数据来搞 我刚刷了一个朋友圈 有个朋友吐槽 他说啊 他已经失业半年了 他们社区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 要求给他登记为灵活就业 这朋友没有同意 于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凶巴巴的说 这个登记一下 对你又没有什么影响 这是上面的政策 我们才敢这样操作呀 这朋友继续说到 影响没影响 我是不知道 但我就是不同意 没想到工作人员说 我们呢 为你推荐两个工作岗位 之后就强制为你登记为灵活就业 这年头简直太难了 你真正失业的时候 没人关心你 没人给你去推荐岗位 如今上级有考核了 为了指标 急了 咱就是说这就业环境不好 能不能多干一点实事呢 你就跟我们小区似的 网格管理员 最近天天在微信群发消息 提醒大家 楼道千万别放东西 放了先藏好 坚持到本周五吧 检查都走了 周六 大家就自由了 你说这弄虚造假 到底有啥意义呢 我算看明白了 工作做的好不好 不重要 表格做的好 会给上级汇报 这个才重要 待会儿就好 好了 阶子在下级汇报